在NBA里基本上都是身高很高而且浑身肌肉的人,他们可以轻松地完成各种高难度的动作,但是也有一部分人,他们的身高并没有那么高,和我们普通的人差不多,有的甚至都没有普通人高。 但是最终他们凭借自己的努力,在NBA站稳了脚跟,当比赛的时候,球员之间经常会相互换防,这样往往会形成错位,这就会出现身高和体重差很多的两位球员对位的情况。 在转播镜头下,我们可能感受的这种差距会小一点,但是近距离观察的话,这种视觉的冲击力还是很强的。 托马斯和巴里亚的身高都没有超过1.8米,但是诺维斯基的身高达到了2.13米,比这两位球员足足高了30多公分。 看看这个画面,诺天王弯下腰来拉住托马斯,然后再加上诺天王和矮的笑容,感觉就是幼儿园的老师,再给两位小朋友劝架。 伯格斯的身高只有1.60米,图片上他往守的球员布拉德利,身高有2.29米,身高差了70多公分。 伯格斯的头只达到了布拉德利的腰部,而且看得出来布拉德利也很强壮。 这样的队位对于两位球员,应该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。 不过伯格斯能凭借这种身高在NBA生存,他一定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,这次还是诺天王和托马斯。 在转播镜头下,两人的差距感觉稍微小了一点。 但是仔细看看,诺天王跳起来,小托马斯伸直了手也没有达到诺天王头部的高度。 说到身高,自然要说到,我们的小巨人姚明。 姚明的身高达到了2.26米,一般的球员在他跟前都会矮一头,普通人也就能达到他胸部的高度。 他已曾对位过身高刚刚过他腰部的球员,说完了错位。 再说一下正常的队位,巴克里的身高只有1.98米,跟他队位的玛努特波尔身高2.31米。 但是波尔却在巴克里的面前讨不到一点便宜。 不过33公分的差距确实是绝冲击力很强。